谢谢小鹏 今天我们E2Con的演讲全部结束了 最后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其实演讲内容还挺丰富的 还有涉及到我们高性能的 然后去做一些高性能的数据面的一些分享 还有Mbit的一些topic也很多 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跟这几个speaker线下去建立联系 去保持交流 然后的话就是也涉及到一些 我们的安全证书的一些签发管理 然后还有一些我们一些vendor 对一些E2在商业化上面进行一些探索 还有一些我们的end user的一些分享 还有涉及到的E2的这边的extension 可控上线性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就是基本上今天的这个整个演讲 还是cover了挺多的面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就是建立联系 如果可以加入一下这个微信群 建立联系 另外如果说大家有些foreign的朋友 然后没有微信的话 可以通过slack 然后在我们eastro slack里面 然后contact与我们去了联系 然后问一些问题 最后呢其实我想就是说代表社区向大家问一下 就是有一些关于任何关于eastro 在商业落地啊 还有一些使用上面的一些需求的话 都可以在社区的eastro里面 或者是slack里面跟我们去互动交流 谢谢大家 另外我再补充几句吧 其实eastro进入中国 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 前几年我一直在中国来推广服务网格eastro 所以这次能有机会 在线下举办eastro con 我感觉还是挺兴奋的 还能有这么多人来参加 所以以后也希望 还有机会 再继续下一届 eastro con 还能再 跟大家共同 来 再见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特别感谢我们海外的朋友们 我们的分享的视频啊 还有PVT也会上传到 这个我们 Special thanks to the foreign Friends Thank to the foreign speakers Thank you Thank you all